这位Sophie同学 我是希望你把蛋白质排在第一 把脂肪排在第二 把蔬菜排在第三 再说我不知道你这个比例是怎么算的 你这个一二三优先级我就不知道了 优先级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就是说蛋白质优先级应该是第一的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就是说你一天即使一克的蔬菜也不吃 你也没事 但是说你一天一点蛋白质都不吃 你就可能会开始流失蛋白质了 流失肌肉了 当然在36小时之内可能也还好 超过36个小时 你那个蛋白质摄取不足 你的肌肉就可能开始会慢慢的流失掉了 所以就是说蛋白质的优先级是第一的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说大家都听说过必须氨基酸 Essential Amino Acids 还有Essential Fatty Acids 这就是说这些东西是精华 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就人体不能自己合成的东西 不能合成的氨基酸 不能合成的脂肪酸 那就是蛋白质和优质脂肪 这个东西是人体必须得从外界摄取的 不能自己合成的 所以蛋白质跟脂肪是排在第一和第二的 是吧 我们生通饮食也是一样的 要把蛋白质跟脂肪排在第一和第二 你说蔬菜偶尔今天吃不着 无所谓了 是吧 就算是有几天吃不着 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啊 你看那帮 做那个纯肉饮食的 不也活得好好的嘛 也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一段时间就算是蔬菜 你把它放到最次要 是吧 我吃不着绿叶蔬菜 我只能吃泡菜 那也行啊 但是我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我吃不着蛋白质不行 这样绝对不行 所以我告诉你 Sophie这个蛋白质 你最好是排在 优先级排在第一 你每天不论如何 这个蛋白质的量要吃够 第二脂肪吃饱为止 吃饱就停 第三绿叶蔬菜 你吃个五百克 就吃五百克 吃一千克你就能吃一千克 就是看你的胃口 你今天突然间不想吃了 好了 那你少吃点 吃点番茄 吃点黄瓜 过了 行 完全没有问题 嗯 对 所以这个刚才说 啊 这位亲亲朋友说 断食时长多好 多长时间比较好 嗯 如果您是问我呢 我是建议您 就是在三十来 三十六个小时之内 都可以 呃 如果要超过三十六个小时 你可能就是 要稍微补充一些电解质 比如说不点甲 不点盐 不点美 然后 有些人可能还会让你 喝点维生素C 或者说比如说 自己喝点柠檬水 这都可以 如果超过七十二小时了 这个我就不专业了啊 因为再往后的话 就涉及到一些 更细致的一些调理了 一般我自己 自己在家 我不会超过三十六小时 二十四小时左右 我一般就 就够了 我不会再太久了 我 我觉得每天吃一顿 是 是对我这个生活的 生命的最大的一个满足了 我一天要是 二十四小时 什么也不吃 我总觉得这一天白活了 你要说什么 要想减肥 想快一点 我觉得大可不必不要去 赶这么十几二十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 这个如果你没有调理好 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规律 做期的规律 还有生活的压力 有的人 断食即使 三天不吃饭 他这个体重可能变化不大 有一些女生跟我说过 这个就可能跟他的压力激素 跟他的那个体内的荷尔蒙有关系 他 呃少盐 少油 就是 压力 还有这个 怎么说呢 之前可能就没有好好的 适应生酮 突然间就开始断食了 就比如说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之前的一直都是高碳水饮食 好了 听突然听说有这个断食的疗法 你就突然决定从今天开始不吃饭了 然后三天不吃饭 有些女生是不会掉头发 是不会掉体重的 反而身体会进入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 所以咱们这个想减肥 其实就是跟我们身体妥协 让我们身体慢慢适应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于对于刚才那位朋友啊 就是你说断食多长时间好 我是建议你最好从短时间断食先开始尝试 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五二断食 什么是168 什么是一日一餐 然后你先慢慢的做 把这几点都能学会 然后再来考虑 你要不要36小时72小时断食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断食怎么做的话 你可以去翻到我的主页去翻 我的那个合集 合集A里面 有几期是教你如何做断食的 然后合集B里面也有几期是 教怎么做断食的 你都可以去翻一下我过去的节目 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啊 文字幕售ировkan 文字幕售 94、欧社